多肉贵货,自有贵的原因,四种贵货喜欢别犹豫,另外两种不妨等等。 多肉植物有无数品种,而如果单纯按照价格来分的话,则通常可以分为贵货和普货。 普货多肉暂且不说,一种多肉植物之所以能成为贵货,原因也是五花八门的,总结起来,一共有六种类型。 如果确实喜欢一种贵货,而想买的话,建议先弄清它贵的原因,有的不用犹豫,直接买就可以了,有的则不妨等等再入手。 大家好,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 花花喜欢多肉喜欢原意,一直在分享一些成功的以及失败的经验,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,请关注花花的频道。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,哪些多肉贵货,可以买,为什么可以买? 可以直接买的贵货,有一些的价格在短时间内是很难降下来的,所以如果确实喜欢,而且经济也允许的话,可以不用犹豫,直接入手就可以了。 这样的贵货通常分为四种。 一,珍惜冰微物种的园艺品种。 有不少多肉植物,就像野生龟甲牡丹等,它们在原产地已经快要消失了,所以被列为了珍惜冰微物种。 首先对于,这类冰微物种,我们是绝对不能私自乱采乱挖的,因为这是违法的事情。 而也有些珍惜冰微物种,被人工合法培育出了原意种,但是这类原意种的培育过程大都比较难,所以,价格也是居高不下的。 虽然或许有一天,培育技术突破之后可以大量培育,到时候价格或者会降下来,但是这个期望的时间,却是不确定的。 所以,像这类多肉,如果是特别喜欢,而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,是不用犹豫的,直接入手就可以。 二,难繁殖的多肉品种。 有的多肉植物,像仙女卑鼠的不少品种,叶叉眉细,枝叉也很难生根,靠播种或分株来繁殖,生长速度还比较慢,普通肉有想要繁殖,是有一定门槛的。 像这类多肉植物,价格也是都很贵的,而很多品种出状态还特别美,让人抗拒不了,它们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降价,但是在降到一定程度上就不会再动了,一直都比普货要贵。 这样的多肉,如果特别喜欢,价格也能接受的话,也不用犹豫,或者不久的将来,会有新的繁殖技术,可以让普通肉有,也能毫无压力地繁殖,但是早买早看,还是值得的。 三,自然生长了多年的多头或老庄多肉。 有些多肉植物,像基隆月,东美人等,是最入门的大朴货,可能一块钱都没人要。 但是,它们剩在皮市,然后就在那里静静地自然生长,熬过了很多年头,熬成了壮观的多头或古朴沧桑的老庄多肉。 这个时候,它们的身价自然就水涨船高了,这是因为有时间成本在里面。 像这类多肉,价格到底几何,全品卖家和买家的默契了,觉得直就不用犹豫,觉得有时间也完全可以买便宜的,自己养。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,像那种催出来的伪老庄,就不值得了,因为它们毫无价值可言。 四,锦化或坠化的变异品种。 有些多肉比较普通,但是在偶尔的机缘巧合下,出现了锦化或坠化等变异情况,成为了变异品种,而像这种锦化或者坠化,很多时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,加上有不少模样也确实漂亮,所以,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 当然,其中,也有不少锦化坠化多肉,通过人工优选培育,而有了更多数量,但总体还是相对稀少的,所以,价格也便宜不了多少,这类变异品种,如果确实喜欢,价格也能接受的话,也是不用犹豫的。 但是要注意的是,这里面是不包括那种人工炮制的药锦多肉的,对于药锦多肉,就应该人人喊打,一定要擦亮眼睛别上当。 不妨,等等再买的贵货,还有一些多肉贵货,虽然当时比较贵,但是,却不能长时间保值,就像下面这两类,想要买之前就需要考虑一下了,不妨等等再买,说不定价格就能降下来。 1. 刚杂交出来的新品种 多肉植物的杂交品种是越来越多,而这些杂交品种,在刚刚上市的时候,往往价格非常贵,但是大部分新品种,通常兼挺不了多长时间,就会要么沦为白菜价,要么甚至销声匿迹了,能持续兼挺的品种可谓很少。 所以,像这类刚刚上市的杂交新品种,即便是非常喜欢,也不妨耐住性子,静静等待一段时间再买,说不定价格方面就会有惊喜哦。 2. 状态特别好的多肉 有些多肉卖家养多肉的水平特别高,养出的肉肉状态特别诱人,即便是捕获,也能养出极致状态,让人看了,就经受不了诱惑。 当然,这类状态特别好的肉肉,肯定要比没出状态的多肉,要贵不少。 但是,多肉好状态并不能持久,同样一颗极致状态的肉肉,到了新手手里,如果见不到太阳,过不了几天,就会变青菜。 而同样一颗普通状态的多肉,到了经验丰富的老手那里,也会很快出状态。 所以对于状态特别好的多肉,不妨先考虑一下自己的养工和所在环境再说,我们其实,完全可以少花钱买普通多肉,然后自己养出状态,这样不但可以积累更多的养护经验,肉肉在出状态之后,也会更加持久。 不过也有一位肉友的话,让花花醍醐灌顶,就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养不出好状态,才会买出了状态的肉肉回来欣赏,至于以后,状态退不退,反正自己欣赏过了。 这样一说,也是蛮有道理的。 以上呢,就是多肉贵货为什么价格高的几种原因,大家如果喜欢贵货,建议先搞清楚它贵的原因,然后再决定买不买。 基本来说,前四种可以不用犹豫,而后面二种则建议考虑一下,等等再买。 当然,这是相对于我这样需要精打细算的穷人来说的,至于土豪肉友们,当然是喜欢哪个买哪个,不用犹豫。 不过,花花这里有句话想对您说,土豪,咱们做朋友吧。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 你买过最贵的贵货是什么,欢迎评论区分享。 如果你觉得花花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请点赞,订阅,转发。 感谢观看,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热心支持和包容。 我们下期见!